我最近正在讀的一本书叫做The Book of Why 簡單來說它是在想要討論英國關係的問題 就是很多可能統計學校以前主要都是Focus在Correlation 可是實際上我們很多的答案其實想要知道是Causality 英國關係性 我來台灣然後就覺得特別喜歡台灣喜歡去玩很多地方玩 然後我就想學洗機車 欸是機車嗎等一下 最近我有看的主題比較偏向DDD Domain Driven Design 那它是說你在設計一個複雜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去怎麼去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可以跟PM一起去溝通 去想出一個比較符合大家需求的解法 應該說用共通語言 那你之後可以用這個共通語言去做接下來開發 那PM如果要修改需求的時候 它也可以用可以用一樣的語言去跟你去提需求 我最近在學那個流沙畫 就是你要混壓克力跟一個很像 特殊的油的東西然後你就倒在那個畫質上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生出一幅畫 就我覺得Visual Design要做很多 Pattern或是Background 就是那個可以當作一個inspiration 與其就是用電腦就是完全Digital 我覺得用那些比較手做的東西 更有感覺 我最近去成品看了一本書 叫做 叫什麼 叫人為什麼要睡覺還是要 叫做 如何睡覺之類的書 對 所以我最近在學習睡覺 可能平常都睡不太夠 然後你都覺得沒有關係 可是其實它就是好像一直在累積那個睡眠在 然後我就突然想像我那個過去好像都沒有睡到很飽 我就想說不然我趁這個之後來研究一下 所以我這兩個禮拜都睡到很飽 對 我最近在研究軟體測試 尤其是單元測試的部分 聽說你寫了一篇文章 對 我寫了一篇關於測試跟單元測試的文章 然後可以在我們的medium上面看到 然後連接在下面 一般來說測試可以大概分成三種 然後當然測試是在第一種 然後也算是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在上面有整合測試跟 我們叫end-to-end testing 一開始開始寫的時候其實覺得很麻煩 但是現在有就漸漸感受到它的威力 然後還有它帶來的好處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信徒 所以為什麼我會想寫這個文章 原因就是想把單元測試 介紹給更多人知道